事發在昨天下午3點多 當時動物園內遊人眾多 好多人目睹事發經過 都嚇得目定口呆 當單軌火車駛至亞洲野生動物園區的時候 有人見到該名25歲的男人突然跨過閘門 跳出車廂外跌落老虎區 他之後越過老虎區的圍欄 一隻重達400磅的11歲西伯利亞紅聖老虎健壯 立即衝前 撲擊該名男子 並向他狂咬 大批動物園工作人員接報後趕到 開動滅火筒將老虎趕走 由教導該名受傷男子 去到一處通電的鐵絲網 然後將他救起 他跳落地的時候 跌斷一隻手和一隻腳 加上被老虎咬 傷勢嚴重 送院後 情況一度危殆 警方現證調查他跳火車的原因 據報 他曾對救護員說 他跳入老虎區是想尋死 動物園方面及消防員都說 該名男子的手部 背部 肩膀都被咬傷 一隻手和一隻腳跌斷 他足足和老虎對峙及搏鬥了10分鐘 被告人 販死 手下落地 同時 都被告人 收拾了11分鐘